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沒有人的方法去介紹 所以由頭到尾是你講的 是啊 是的 首先講一個很技術的俗語叫做磁極 你拿起一塊磁鐵 有南有北 然後有時候小學生都會要你看一下磁鐵 怎樣能夠吸收一些東西啊 然後可不可以畫到 你審一些鐵粉在周圍 你會不會看到一個圖案啊 就是整個磁力線的圖案啊 要你畫出來 然後很不幸 如果那個磁石爛了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將它黏起來啊 就是它原本一條磁鐵的時候 上面是南 下面是北 這樣 如果中間斷開了 那最後你會發覺呢 兩個就分別變成一個各有南北的兩條磁鐵仔 你想再把它拍起來 黏起來就黏不起來了 所以我們就知道 學會了就是磁牆這件事很有趣的 出來的磁極一定是一雙一對 一南一北這樣走出來的 就不會說有一個單極在那裡的 跟電荷不同 電荷就有些叫做 只是靜電荷 只是負電荷 然後那些靜電荷 負電荷 你將它放在那裡 黏起來的時候 它會形成一個叫diple 就有一點像我們那些磁極裡面 在一條磁鐵上面 有南有北一樣 你都可以找到一件事上面那件事上面 一邊是正 一邊是負的 譬如我們的水份子都是這樣的 你將水份子很仔細看 那個氫 那兩顆氫和氧 氫那裡是比較偏正電的 氧那裡是比較偏負電的 所以它自己本身有一個電極性在那裡 磁也有一個磁極性 但是磁極性就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不可以將藍和北拆開做一南一北 電呢 你如果將一對電極有正有負的 你可以將它拆成 一粒單獨是正的 一粒單獨是負的東西在那裡 那這個就是我們大自然的那個物質 一些很獨特的特性 而甚至乎我們是小學甚至中學階段 都能夠意會得到的 那有人就會問 我們有沒有能力去找到一個單獨的南極 或者單獨的北極呢 一些磁單極的問題呢 那原來最有興趣去找這些 有沒有這些東西的那些人呢 往往就是一些研究非常抽象 基本物理的人來的 因為呢 有人就提過 如果真的有磁單極的話呢 我們對於很多基本的那些電池現象 甚至乎那個磁 就是那個一個單位的電荷 為什麼要是這麼大這麼小 為什麼不是多一些 不是少一些 為什麼最基本的一個電子的電荷單位就是要是這樣 不是第二個數字 有沒有可以解釋的呢 原來就是從事理論研究 其實就是ProDirect 他都有份的了 就說 如果有磁單極存在的話呢 其他很多那些基本粒子 它一些的參數呢 我們就可以合理地解釋到它 那所以在很長時間的 說的是在這幾十年呢 其中一個呢 在基礎物理裡面很喜歡問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夠測量到這個世界 真是有磁單極的那樣東西呢 那有人就說 可能呢 宇宙大爆炸出來的時候是有的 但是呢 很快他們那些磁單極就黏在一起 變成一對對的 有南有北的這些磁極 然後就 你要分開它 需要很高能量 很難很難 有人就說 那我不如在粒子加速器裡撞 看看能不能找到出來 但是又找不到 那如果在粒子加速器做不到的話 那會不會是因為能量太大 所以我們做不到呢 會不會在宇宙 即是要托賴宇宙裡面 那些高能量的那些情況呢 會不會裡面有些高能量射線 幫我們產生一些磁單極的東西出來 剛好有一顆很幸運地可以穿過到我們地球 穿過到我們的儀器的時候 我們可以量度 那會不會就證實到它存在呢 那其中 我記得以前讀書呢 有些教授都說的了 那有些實驗就用到一些浮起的超導體那裡 就一路去守諸待吐 等著會不會有個磁單極去穿過去 於是乎就看到變化了 這樣子 如果有這件事情呢 就對於我們整個 基礎 物理的那些粒子模型呢 就很大的一個認識了 甚至乎對於那些研究原理論和詳論的人呢 都是一個很大的喜訊 如果有這樣的實驗結果 看到的話 好了 交代了這一大堆東西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星期有一個新聞 有人就說 就找到一個 似乎真的可以找到一個叫做磁單極的現象是走了出來 那我一看 哇 是不是一些很偉大的基礎物理 一路懸案 懸而未決的案件突然之間得到一個解決呢 原來又不是 不完全是 現在就這麼說的 在其中一班 專門研究一些固態物理的一班物理學家裡面 他就在研究一些赤鐵礦 你可以想像是一堆生壽鐵 這種赤鐵礦裡面的那堆鐵的那些鐵獸分子 他們的物質行為 然後他們發覺就有一些很獨特的現象 是把這些赤鐵礦分子去研究一下的時候 發覺有些部份自己去排列 去組合 是形成到有些位置的那個磁 就好像表現到一些有單磁極的現象 就好像有一個只是帶南極 或者只是帶北極的一個磁的單位 就在這個分子或者這個分子結構裡面 就存在著在那裡 然後就由一個儀器那裡可以去量度下來 其實這裡這麼簡短的說 那究竟為什麼可以做得到呢? 其實我都沒有辦法去三言兩語地說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在很多很基礎物理裡面在想的問題 原來很多時候就可以在一個固態物理的場合裡面 能夠去部份地驗證出來的 譬如說有人去想 那個基本粒子世界裡面 會不會有一種叫做天使粒子的東西 我們有上帝粒子 原來有些東西叫做天使粒子 那些粒子是什麼東西呢? 那我就容許我在這裡省略了 但是我們一直在粒子加速器那裡 就找不到出來的 但是如果擁有在我們理論上面描述 擁有天使粒子同一特性的東西 其實我們曾經試過在一個固態物理系統裡面 去重現出來的 就是很有趣的 一些基本上不知道存不存在的粒子 但是在一個固態物理的場合 由很多其他不同的分子去堆砌而成的時候 有時就可以湧現一些現象 是好像我們一些很奇異的基本粒子那樣 那你可以說就是那個不是一個基本粒子 但是它有一個跟我們理論上 預測那些基本粒子非常相似 而且跟我們的理論吻合的一種這樣的現象 就在一些固體的晶體排列裡面就表現出來 那這次這個磁丹極呢 也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我們不是說獨立地突然之間 抓住一粒的粒子 把它拆掉找到一個磁丹極 不是這樣的樣子 而是我們發覺在那個固態物理 在一堆分子裡面 它們自己的排列組合的時候 有時會湧現到一些現象出來 就好像有一個單磁極那樣 所以這次這個這樣的研究 其實就發佈了在自然期刊下面的一條線 就一個專門研究物料科學的一條線那裡 那其實裡面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和一個材料科學和化學和凝聚態物理的研究相關的東西 那在這裡你其實也可以很簡單地去描述就是說 研究這些材料和研究這些固態這些晶體的人 它們會發覺它們裡面有很多寶藏的 就是你會發覺將這些這樣的物料 它有時有些奇怪的排列組合 有時就會給出一些很獨特 單磁的分子給不到的現象出來給你看到的 所以你會去裡面去找 就很多時候找到一些寶藏的 就找到一些在現實世界 單獨粒子不會出現的東西 竟然就在一個凝聚態的整個晶體裡面 就會有時出現到這樣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這麼喜歡研究材料和凝聚態物理呢? 其實就是最引人入勝的其中一個地方就是這裡 那這次他們又找到一個磁單極 而且他們找到一個非常聰明的方法來去量這個磁單極的 那你講到這個磁單極的虧現實上那個物理學上面的表現是怎樣的? 你就可以這麼想的 它真的只有一個北極或者一個南極的一粒東西 平時我們看到如果是磁力的話 無論你切到幾小的也好 那一粒裡面就有了南極和北極在那裡了 但是現在它就只是單獨一粒北 或者是單獨一粒南 那這個特別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你會發覺這一粒東西呢 就只是會有磁力線走出來 或者只是有磁力線進去 平時磁的東西有南有北呢 你就會看到它自己就會有東西走出來進去自己的了 但是現在就竟然找到有一粒東西 上面就只是有磁力線走出來 或者只是有磁力線走進去而已 就竟然可以在那個赤鐵礦裡面那個分子晶體上面的某一些結構 會呈現到這種磁丹極的現象 那你問很多這些從事凝聚體物理的人 他們就不會覺得很驚訝的 第一次發現的時候當然驚訝 但是他就其實說 這些磁丹極在那個固態物理裡面 其實是一個可以出現到的表現 但是很有趣的 它那粒東西是不是真的單獨一粒實體的呢? 原來其實都不是的 它是由其他的一堆東西組合而成出來的一個湧現結果來的 那這個跟鑽石有什麼關係? 這裡就要講到我們怎麼能量度它呢? 我們要量度到這一粒東西 它是有一些只是有磁力線走出來 或者只是有磁力線走進去 就是說我旁邊要有一件很靈敏的東西來量度它的磁場 還有量度到它真真正正的就是說 那些磁力線就只是在那裡出或者只是在那裡入 就是需要一個非常仔細和靈敏的一個儀器來量度那個磁場 而這個儀器是需要用鑽石來做的 而且用鑽石來做就不是我們平時帶來做飾物的那些鑽石 它是純粹是一塊鑽石的鑽片 而且再需要把它嘗試再種植多些 而且整體上來的時候我們不是要做到完美無瑕的鑽石 是故意很穩定地去引入很多的破缺在裡面 有些地方我要放 整個鑽石的那個晶體就是一堆碳的結構來的 一顆碳外面連著四顆其他的碳 一直這樣蔓延出去 有一些的位置我把它放了一個淡下去 就不要放了一個碳下去 放了一個淡下去的時候 它會其中有一個位置就連到其他東西 於是整個晶體就出現了一個空缺 所以這個叫NV的 defect 一個是由淡和一個是空位造成的一個瑕疵 在這個鑽石的晶體裡頭 我們有秩序地將這些NV瑕疵引入這個鑽石裡面 我們發覺這些瑕疵位置對於磁場非常靈敏 它就成為一個可以探測磁場的一個晶體 但是將這一塊很精心設計過 有NV破缺的這些晶體 放近那個磁力周圍的時候 再將一個激光射過去 然後再將另外一個的電波射過去 你就會發覺由那個缺口位 就是那個瑕疵位那裡 它同時間會對於外面的磁場的影響很靈敏 也都對於外面的一些電波的信號很靈敏 它最後出來的那種震盪 就可以由激光那裡幫我們閱讀出來 這個原理其實是很複雜的 但是你發覺正正就是利用了這種鑽石的瑕疵 就可以幫我去量一個這麼仔細磁場的工具 而這種這樣的瑕疵 這種這樣的工具 甚至乎有人在想拿來弄量子電腦的 但是現在稍為這一兩年的進展就少一些 在這一方面 但是原來這個這麼靈敏的磁場 是非常有用的 簡單來說 其實這個就是發現了一種物質在磁場方面 在某種條件下特有的狀態 是的 而且還要利用了它不是完美的地方 是利用了這個鑽石結構有瑕疵的地方 才能夠做到這種這麼靈敏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整個故事裡面 或是找到磁單極 講到這些這麼靈敏的方法 其實可以看到那種未來 其實對於很精細地量度 很仔細磁場的那種科技 這就是首屈一指的科技 那剛才你提到那個天使的粒子 當然大家知道 以故的張守成教授 其實都是在研究這件事的 但很不幸他就在西安科大學自殺 離奇的地方就是首先去提出這件事的 這位意大利的科學家莫德萊娜 就在1959年的時候無故失蹤了 所以就是意大利的科學家對他的評價很高 意大利在那個理論物理方面其實是很厲害的 很多勁人 是的 這個天使粒子跟剛才你說的一樣有什麼關係? 這麼說 他那個關係純粹想說明 就是說在凝聚態物理裡面 有很多一些很基本粒子裡面 我們希望出現的現象 是可以在凝聚態裡面重複到的 即是 他跟這一次這個研究 不是說有直接關係 但是只不過我就利用這個例子來說明 這一次找到的這種慈單極 跟我們真的那種研究粒子物理的人 希望去抓到一些單獨粒子裡面找到慈單極 是兩樣東西來的 其實是這樣而已 OK 這次結束 我們下一次回來就講講這個科學會 2022 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嗯?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那個女人旁邊的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講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那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呢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那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那裡做節目 那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呢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那些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的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他們兩個呢 還不重要的 最重要呢 就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了 好啦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呢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幾圖 對不起